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概自己也注意到了苍老问题 这身搭配在展现贤惠舒适效果的同时 搭配的也很简灵 最亮眼的就是这款民族风的项链了 打造出满满的民族特色 白色腕表增加质感 又能激发牛仔蓝的简灵清新效果 昏界闪闪发亮尤其醒目 作为大明星的太太 康翠蓝的确是随性又低调 这身棉麻材质的造型几乎没使用奢华质感的配饰 与同材质效果的项链搭配 打造出了浓郁的归隐田园的气息 罕见露面连口罩都直接挂在了手肘上 打扮得干净清爽 非常素雅显气质 上个月刚在台北开过野超会的周华健 状态还不错 精神饱满 整体打扮得也比较清爽 身穿运动风上衣 白色系叠搭 净显减零效果 和周华健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他 也才61岁 不过看起来保养状态却远不如周华健 最容易暴露年龄的 大概就是这近乎花白的头发了 额头前头发几乎全白了 不过康翠蓝似乎并不介意变老 依旧特意露出光洁额头 暴露发际线的同时也显得很精神 而眼周皮肤严重的松弛问题 也太暴露年龄了 架着黑框眼镜 倒是起闹了一定的修饰作用 文艺发十足的样子 看着像个老师 只是与同龄的周华健 同框看着精像母子俩 康翠蓝上一次高调公开露面 大概还是在90年前周华健的演唱会上 当时他是以神秘嘉宾的身份亮相的 助阵老公演唱会的他 罕见以精致的形象亮相 不过时尚品位却是多年没变 一身蓝色民族风印花造型亮相 连项链腕表的搭配细节都几乎一样 不过罕见以精致妆容发型亮相 整个欧式五官的精致感尽现 不过他一直保持着家庭辱妇的贤惠风格 几乎素颜的淡妆 重点提升皮肤的亮白精神 反而展现出了好状态 整体还是很有明星气派的 复古金棕色波浪卷发重点打造浓郁的古典气质 同时也修饰了发际线问题 对面部的骨感问题也做了修饰 让线条更显柔和 气质也更温柔了 其实他的五官气质都具有典型的美式特色 只是身材显然太过骨感 以至于整体散发出来的气质 都带着几分清冷的感觉 偏民族风的造型风格 也总是透着一股素雅的低调氛围 一对混血儿女 当时完全遗传到了康翠兰的欧式立体五官 不过脸型却都像周华线一样 带点婴儿肥 27岁的女儿 只是在多年前 在助阵老父亲的事业中露过面 如今已经很多年都没有曝光过近照了 可以说是娱乐圈最低调的新二代了 一家四口公开出镜最多的 还是二日子周厚安 之前他曾多次和老父亲合体后面 让人惊讶的是 作为90后小青年 他真的是太显年龄感了 一改之前的美式陷入模样 竟然留起了长发和落腮虎 整个眼周 皱纹也很明显 于老父亲同框 看着像两兄弟 一点不像差别30岁的父子俩 如今周厚安已正式的在30岁出道 低调开始了在娱乐圈的发展之路 而且一出道就走的是多期发展的路线 除了参加影视拍摄 出席时尚活动外 他还与吴宗献闺女吴珊如搭配 做儿童节目的主持人 因为身份的多样性 造型风格自然变了 剃掉落腮虎后 周厚安再次走起了鲜肉路线 一身蓝色衫 造型终于亮丽了起来 整体形象变化太大 当年从香港到台湾求学学末的周华健 在台大就读期间 到明歌餐厅助唱赚钱 唱了几年 终于在1985年获得机会 加入台湾新生唱片 就在他的首张专辑 最后原舞曲即将发行之际 公司却倒闭了 一切努力就复之都留 他继续回到餐厅卖唱 就在这最沮丧的时刻 他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出现了 那天餐厅来了一群外国留学生 当周华健也唱时 留学生中一位金发碧眼的漂亮女孩 不停地为他欢呼鼓掌 当他唱完 女孩还亲自地走到他面前 热情而诚恳地对他说 你正在做一件伟大的事情 周华健一时竟受宠若惊 得到这位陌生女孩的鼓励 让他内心顿时充满了力量 可事情还没完 更浪漫的事情来了 从那以后那个女孩每天都来听周华健唱歌 而且是他单独一个人来的 每天坐在最前排一直到周华健唱完 他才肯离去 对这位忠实的歌迷 周华健内心十分感动 于是在第五天为表谢意 他大胆提出送女孩回家 女孩很高兴地接受了 而就在送行图中 女孩做了一个惊人的举动 他向周华健表达了他的爱意 周华健这个25岁不到的穷小子 他慌了 不知自己何德何能 能在短短几天时间内 获得这个天使般异国女孩的芳心 女孩还拥有双学位学历 而周华健大学都没读完 就出来唱歌了 可是女孩目光中的热切与真诚 又让他内心无法抗拒 在交流中他得知 这个叫Costens的美国女孩 竟然和他同年同月同日生 而且一样出生于香港 求学在台湾 也许这就是奇妙的缘分吧 女孩说他很喜欢音乐 并鼓励周华健不要放弃 一定可以成功的 于是他们就这样恋爱了 并于1986年举办了一个简陋的婚礼 周华健借钱买了套西服 在地摊上给女孩买了个戒指 没有一件像样家具的出租公寓 就是他们的心房 连请客吃饭的钱都掏不起 他问新婚妻子 嫁给他这个求小子委屈吗 康彩兰微笑着摇头 周华健紧紧搂住妻子 对他说 我一定会赚很多很多钱 让你过幸福的日子 婚后的生活开支 大多是妻子负担 为了家 妻子生活十分接近 甚至戒掉了相对昂贵的西餐 从此和周华健一起 拿起筷子吃中餐 面对妻子 周华健常怀愧疚 几年后 周华健的演艺事业 渐渐有了一些起色 这时候妻子怀孕了 1990年 妻子为他生向了儿子周厚安 周华健在平凡中 感受出为人妇的幸福喜悦 1991年 周华健的演艺事业全面爆发 专辑 让我欢喜 让我忧 热销200万张 他还凭借此专辑 获得了台湾金曲奖 最佳国语男歌手奖 往后又凭借花心等作品 红透华语乐坛 成为万众瞩目的国民歌王 天王杀手 周华健终于成功了 可以赚好多钱了 终于可以兑现承诺 让妻子以及孩子 过上好日子了 但好日子 重要的不是钱 而是一颗不变的心 30多年来 周华健不管事业有多辉煌 不管工作有多忙 始终是一个顾家爱家的好丈夫 好父亲 康翠岚也早已不再年轻 不再美丽 合影时 有时确实让人有形似母子的知觉 但周华健显然不会在乎这些东西 在他心里 康翠岚依然是那个天使般的少女 是那个在他最沮丧时给他鼓励 在他最潦倒时给他陪伴的女孩 这样的女人有资格得当算的全部 记得2012年5月12号 周华健在上海大舞台举办演唱会 当着几万观众的面 周华健在舞台上向妻子深情表白 这辈子和你一起是我最大的幸福 感谢观看